外交部长杨津天证实 驻日代表冯济台申请退休获准 由现任的外交部常务次长沈思纯来接任 后天这个明天就生效了 不过呢这个熟悉日本业务的外交官员说 沈思纯他又不懂日文怎么样来驻日呢 不过呢沈村纯呢他结束了国外视察 回到台湾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不懂日文 他赶紧的用一句日文来回应 意思就是说日文我会一点点 准备接任驻日代表外交部常务次长沈思纯 刚结束国外例行视察 繁体国门马上被问到 似乎不懂日文 却被派驻日本的尴尬问题 我想呢我这个 我刚才提到了日语的学习 甚至其他各种语言的学习呢 都应该是永无止境的 我跟各位保证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 来加强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被媒体这么一问赶紧烙句日文 沈思纯说大学有修过日文 过去也有利用空档学习 但沈思纯不但不懂日文 和日本也没有渊源 让这个人事案爆出杂音 沈思纯赶紧设下目标 要外界放心 我一定全心全力的这个努力 我希望六个月以后啊 我能够在公开的场合 能够用日语演讲 从逢计台到沈思纯都不会日文 也不是所谓知日派 把政府布局对日关系 人事安排耐人寻味 沈思纯在外交部已严格闺毛出名 还因为和祝英代表沈吕寻都姓沈 被封为大小S 沈思纯呢 就我来讲 我觉得他还蛮年轻 以他过去这种学习啊 还有这个增进的这种 知识和语言的能力 他是应该可以做到 行政资源丰富 沈思纯是马政府倚重外交官 但不熟日本业务 一旦接任驻日代表 严格考验 恐怕才要开始 这次台北综合报道